我是六十三年 十二月二九三十 反正哪天都行吧 反正我先录的 哦 东哥 大家好 我在北京 我先嘚瑟一下 大家看这个图片了吧 哎 这个图片是一年前 王志安刚刚到油管的时候 刚多少人的时候啊 刚到油管的时候 我就写的 王志安就是一颗头像油管里的 炸弹 没错吧 这个 不好意思 这都是 这都是有证据的 我把它调完 这都是有证据的 东哥 我做事一般都留一些证据 要证明我孝东 还行 我说的话基本上都兑现了 没错吧 看看这个爸爸 呃 带着孩子 说东哥我这个人民币不破八这个 我信了 摘摘英的 没信您的 跟您赌了 我输了 小伙子 一百个 请看我快进一下 带着他们家的姑娘一块坐 一直坐 一直坐 在他们家的姑娘还抱在坐 五 四 三 二 一 完了 这哥们真厉害 带着他们家宝贝姑娘 祝这个哥们和全家 平平安安幸福美满 东哥这嘴特别灵 说什么就是什么 完了 您收到我祝福 您一定会幸福 爷们 说到 做到 对吧 东哥也一样 东哥说了 我也说到 做到 所以这个四个赌约 哎 王菊不过一百万 我输了 啊 翟山英老师 翟山英老师的人民币破八这个 啊 我说不破八 我赢了 日本到河废水 到12月份 闭嘴 国内不会再逼闭了 我也赢了 啊 专案管理条例 第34条的修正 我也赢了 应该不会是在 挪到法律上 今天是不会了 还行吧 那么说到这个法 哎 今天有了一个特别的事 对不起 我他妈忘了 我咋 你他妈叫什么呀 东哥这 啊 打开 叫 人大 人 法工委 对 叫法工委 叫法工委 出什么事了 因为最近 就这 今天 昨天 昨天 前天 这两三天 突然到处的发这个 法工委的视频 大家先看一下 大家看完了吧 这是百度的介绍 我给大家简单的念一下 法工委 法工委 人大 法工委是什么组织 人大 法工委是中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下设的工作委员会之一 法工委的一般的职能包括受委员长会议委托拟拟定有关刑事民事国家机构以及其他方面的基本法律草案这是指定法律草案的这是立法院相当于为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审议法律草案服务包括对提醒全国人大会计法律草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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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草案 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有关法律草案进行调查研究征求意见提供相关的资料提供修改建议三对省级人大常委会及中央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的有关法律问题的询问进行研究和答复四研究处理并答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有关法治工作的建议批评意见 以及全国政权委员的有关提案草案五进行法学理论法治史和比较法学的研究开展法治学生工作六负责汇编审议法律文献等 一看这法工为可真的不小真的挺牛逼的 这是你教全国人大以上的这个提案的我说实话 我学东混了四十四年就是关系到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问题呢也有个三四年了 我他妈就没听说过法工委 我操现在呢我我这这这我这词还没变上就是法工委对人大法工委 这回我学习了有这么一个啊委员会 那么他这回的大家看刚才那视频了一个就是这个烟花 那么也就说今年二零二四年二月十号春节很有可能有限制的解除全面封闭的烟花 而且这不只是北京市这应该是全国的动员 我个人猜测啊下面我学东个人猜测啊 再说一遍啊我个人猜错这么瞎懵的啊 我可能认为二零二四年的春节将有那么几天可以放开了放炮 我老说有些政策你别朝令夕改 原来是随便放后来不让放 再后来呢是有几天可以放到初一到初五之后就不放了 再后来又全面的进放 现在呢又要打开这口子对于老百姓来说打开口子好吗 好真正的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 你他妈不是老是说他妈的要弘扬传统文化 弘扬传统文化吗 连他妈的除夕都不放假 还他妈不让放炮 那这肯定找骂呀 现在呢这法工委呢建议要尽量放开 那么我就认为这就是一信号 这他妈是给案的台阶下 你们懂吧给案一台阶下 很有可能今年2024年 这放炮呢就有节制的放开 什么意思出一出二出三出四出五能放 其他地方不让其他时间不让放 北京的某某几款一笔不让放 三四五款就可以放 很有可能 那你说东哥这他妈是好事吗 这是好事 感谢这是好事 但是咱们再往深了说 能不能以后这些政策 别他妈朝令夕改了 好不好 别他妈动不动就改了 以前是计划生育 哇操只生一个好 多生了就得不行 折那的 就他妈的打胎折那的 发生了多少惨案 现在呢鼓励生又玩命生 你他妈这个政策招令夕改 招人恨 咱也别多说 多说得招人骂 我他妈招人抓呢 第二个是关键 第二个什么是关键呀 说这个呀 连作 取消这个连作 我一听这个法工委说 取消这个连作什么的 咱们法律就没有过连作 你们知道吗 就没有过 谈不上取消不取消 但是有相关的一些规定出来了 就是去年 就是可恨的疫情的时候 说谁要不听话呀 就他妈的 就是你的家 孩子当不了兵 当不了公务员 你们家人呢 盘森乡坎乡弄不了 因为你不听话 不听国家的话 不听咱们道 我心里想 这他们放屁呢 这哪有这种事啊 诶 一传十十传美 还真有 就看这个视频 这视频是最火的吧 也说最火的 那个新冠当中的一个视频 就是北京的 我们很丢人啊 北京人很丢人 就会这些傻逼 这女的应该 我觉得应该人人生的 说软肋的事 大家看一下 没错吧 他们就是听到了风 就整天拿这个就做所谓的人民工作 你别怎么着怎么着 你要不听话了 你要不打疫苗博射呢 以后哎呦 你孩子上不了什么好学校 哎呦 你以后当不了兵 哎呦 你这么了公务员 我当时就特别生气 我说哪有这样的 我说国家的法律没有这样的 他妈的连坐操 你妈这他妈几百年前的封建漏袭 你妈了逼什么 还有吗 现在这个法工委出了这个了 也是纠正 也就是说这事呢 曾经发过 但是呢 不按法律来算 那这他妈就是人质啊 是哪些 我说的是地方政府啊 我说的是地方政府 那这些地方政府 不听我们中央的话 出现联络这种事多槽大呀 我没想到北京都出这种事 那是不是北京得付点车 还好啊 我唱红啊 我唱红 还好法工委呢 现在说了这个 要及时的纠正 那么大家以后就可以挺直了腰板了 包括我的孩子 我他妈是全国封杀的 他妈还把我编控了 不让我出国 好 那我的孩子我就要请问 能不能考公园 能不能事业变 我就问 当然了 我他们也不指望 但是我要的就是他们的一个态度 我你别看 你过两天我就问去 你看着呢 所以现在这个法工委 法工委给我们大家可以说平反了 不能连坐 不能牵连到家人 有他就行了 所以像这种视频 我告诉大家 保留 我一定保留这法工委 这个什么连坐呀 牵连家人这些的 都必须保留了 别再他妈的过两天 又他妈的变 又他妈变 老百姓全晕彩了 同志们 保留住所有的证据和视频 保留住了 包括我说了 大家合理合法的上世界的互联网 我们没有翻墙不翻墙 我们就没翻墙 为什么呀 不用翻墙 有微频 我们他们老老实的上他们的互联网 我他们老老实的上油管 怎么了 只要我们话得当 别瞎说八道 都是合法的 谁告诉你没法了 翻墙没啥 扯鸡巴蛋 所以我再说一遍 大家只要管住嘴 老老实的 你可以有点世界上任何合法的网站 任何 到这里不好意思 还是小广告 对不起啊 给大家添麻烦了 不然一看就别看 东哥的酒呢 都是实际上 是茅台镇亲自兼职的 53度降降降 53度降降降 包括东哥的鞋 包括东哥推荐的旅游鞋 这给爸妈穿 没有差评 有差评 伤我自己脸 特别好 又轻又舒服 还有 东哥的一个鞋 冬了 都刺激你的 这是私人定制的靴子 还有茶叶 还有螃蟹什么的 不好意思 给大家添麻烦 物美加链 大家可以选购 谢谢 这马上就要过年了 我昨天的直播里也说 这个2024年的展望 我的小预测 就首先这个旅游业呢 还会有短暂的繁荣 做旅游的还是能挣到钱的 如果做旅游的朋友们 我觉得你们还可以稳稳的去挣钱的 另外一个就医疗器械 这就不用说了 能医的肯定是挣钱 因为这几年一定是老百姓都往医院跑 还这三年的债 2023年也是 2024年一样 到处都是老落病残 看病的 医院一定红红火火 所以我在这里呢 我还一句话 我徐晓冬个人强烈的建议 能不能中国如果咱们政府没有这个实力 全民免费医疗 能不能局部的免费医疗 让中国人民的几座大山给推倒 房子我就不说了 那么养老 还有医疗 都不用说教育 养老还有医疗 医疗的我就说 我强烈的提议 零到七岁的孩子免费医疗 65岁的老人免费医疗 当然 如果你们觉得65岁压力大 70岁以上的老人们免费医疗 这是我最恳请我们国家政府 我要建言先策的话 就是 而且我说句最良心的话 全世界老百姓都能明白我说的话 老百姓一时无忧了 关键是开病 不用那么花钱了 那么老百姓的钱就可以花在很多地方 那么中国的经济就会慢慢的好 另外就是 免费医疗了 老人和孩子 这都是弱势群体 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对吗 社会主义国家不都是人人平等吗 哪有高感病凡啊 你让70岁的老人免费医疗 你能付出多少啊 亏不了多少 你让0到7岁的孩子免费医疗 你能他妈损失多少啊 你少给那些他妈记把黑非洲啊 亚非辣的 弄点钱 不行吗 我还说着实话 你他妈少在火车站地铁站 少在满车街 安那么多的保安 安那么多警察 行吗 你看北京地铁站 你地铁站有多少保安安检 你少点不行吗 啊 少点就有恐怖袭击了 我相信不会有 真的 能把钱花在老百姓上 谁他妈烦呀 谁他妈的说 受外界势力干扰啊 没有 我压根我们这就没有受到任何势力干扰 您只要把孩子 老人养老子接给负责了 医疗保障负责了 卧槽 我们全全国人民 伟大 拥护都得跪下 那么呢 中国万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万年的寿命 这是我的良性化 能吗 能吗 希望如此吧 我跟大家说 后面 有这个两个视频 这是我推荐 一个是日本的移民工作管理签 工商管理签 什么的 我强烈的推荐 因为我推荐的几个朋友 都非常的成功的 到了日本 这是我真推荐的 另外呢 一个就是我们的会员哥哥 跟我十多年的感情了 做的是美国 加拿大 北美 欧洲 南美 圣基茨 圣洛西亚的移民 快速的拿护照 快速的拿护照 就像张岚阿姨一致的 我叫非他妈 就是圣基茨的护照 大家都懂怎么回事 大家可以扫码 去咨询 就在后面 后面之后 在后面 东哥的拳馆 还是那句话 就感谢大家 来拳馆训练 我能好好给您服务 我还能挣一份锻炼钱 周六日呢 都是孩子班 孩子班呢 非常永绝 我这儿的交课非常火 全北京城 到处的都有 家长带孩子找我上课 不信你们可以看 大人就是平时我在赐教 感谢大家支持 大家可以往后看 谢谢 如果你想日本移民 我信任的是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只做投资日本移民 留学的工作的都不做 请记住 我徐晓东信任这家公司 他只做投资移民 日本 这家移民公司 主作欧美移民 老板是我十多年会员哥哥 我非常信任 欧美移民 还有圣卢西亚 圣吉祠 这两个性价比最高的护照 大家可以咨询扫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